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亲爱的朋友 窗外你回顾着 还可以随便吃蛋 话不能够乱讲 我口中说的话无心 为什么你会乱想 你猜不透我的想法 你为何不起宝贵 我前天上有一天 却是不曾避讳 你看你看 里有望眼神欢散 站在路边狠堂 买鸡腿便当 一听你朋友的兄弟的妈妈 说他上网茶 发现oh my god 刚家的印度化代表 这位狗仔bro 一打电话给我经纪人 问里有往事在愁什么 我站在路边囚 抽我的垫子眼 怕路人觉得臭 我想说还是尽量 他口中吐出了烟雾 用摇晃的相机捕捉 他摇晃的脚步 成为狗仔 我工作室很辛苦 你选择这个工作室 你早就应该要清楚 OK OK 我有听到 但是没有听懂 不太认同 希望你不要太过 在乎我的生活 和不好好关心一下 身边的人 关心一下正在受苦的人 The world is yours 你有责任 饭可以随便吃蛋 话不能够乱讲 这样对吗 我口中说的话无心 我想问你会乱想 在路透过的想法 你会恨不去光辉 我现天上有一天 这些不曾避讳 Just like everyone 你也不认为 起碎面当家老师 我张开我的口 我的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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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随便吃蛋 话不能够乱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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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话无心的 为什么你会乱想 在路透过的想法 你为何不去保费 让我自己来问我 我现天上有一天 全身不曾避讳 salmon那些不少 ś... 好了 Ofolg Ou Over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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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厉害的歌 鸡腿便当来自Leo王 在2019年年底发行的单曲 欢迎收听FM96.3 阿里昂原著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 接我节目我是马世芳 今天再次邀请到Leo王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嘿欢迎回来 嗨大家好 这首歌真的厉害 然后那个乐手是一个全明星阵容 我特别喜欢Brandy的那个和声 他一个人唱了好多道对不对 那可能十几二十道 对然后好厉害 在后面这样炸裂这样子 而且那个就是Brandy是很忙 然后那时候找他 那时候他就问我一个多几 他问你多几 然后说两个礼拜 然后他就好那我赶给你 两个礼拜 然后他就说 时间到的时候他说 我感冒 他感冒所以他就必须要再延迟一个礼拜 问我可不可以 还是要建议我找别人 然后我就说 Brandy不行 这一定要找你 只有他能唱出这样的声音来 他就只好过一个礼拜 尽力痊愈了 所以他自己把他的那个和声的部分 对完成 完成寄给你 对一气呵成这样 嗯嗯嗯 然后我们听到那个 这首歌的groove实在是太太妙了 它必须是高飞的鼓 对 这首歌对还有好漂亮的童馆 然后那个 这个小号是一个叫做Danny的老师 是 然后也是之前帮500老师 然后在吹 哦所以在丁子欢的这张专辑可以听到 我不太确定 OK 对啊 之前同管应该对 然后吉他是李全哲弹的 对啊 对 那一天早上刚好全哲来我家 嗯 全哲跟熊仔来我家玩 然后后来我们下午就一起去录音的地方 哦 然后他那一天才知道说 不然你等一下就吉他带着来录一下 林场的发挥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也是他第一次跟高飞云聚起 这样子 哦真的吗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李全哲在这首歌的录音里面代表的一个 Young Soul的感觉 Young Soul 就他是最年轻的这样子 可不是吗 对 然后也是有一种稚嫩的气质 但就是一种年轻的味道这样子 嗯嗯嗯 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 哇 这首歌叫鸡腿变道 我们刚刚是从声音的表现去稍微 这个recap一下这首歌 但是会写这首歌 烈鹅王会想在2019年年底 赶着在20年来临之前 把这首单曲发了 你有一些想法的 嗯嗯嗯 我是觉得 希望大家多关心一下身边的事情 这样 特别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投票很重要 是 没错 呃 今天录音的时间点 我们今天听到广播节目 已经是1月20号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月8号 所以我们也还不知道选举结果是什么 对对对 那在这边忠心祈祷一切平安啦 嗯 嘿嘿 但是你说得非常好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关心身边的事情 呃 而且保 可能 要保持正面的一个心情一个态度吧 保持正面的心情 就是尽量告诉自己这样子 嗯嗯嗯 嗯 保持正面的心情对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在选举前这段时间 是非常不容易的哦 呵呵呵呵 对啊毕竟就有时候想说 好人生这场戏 现在这个下一幕要怎么演 怎么搬就是 嗯 都不知道这样子 对对真的是这样 嗯 不过不管怎么样哦 一天一天日子要继续过下去 我想选举结果不论如何 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果 我们还不知道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从过去穿越到现在来 对对对 一定有一些人心情还是不太好 一定有一些人心情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地方生活嘛 对啊 我们要一起往未来走过去嘛 是 现在就是一起寻找怎么样一起走下去的共事吧 是是是 好 记得便当 这是利尔王在2019年年里发行的单曲 嗯 我知道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你也经验了很多很多之前也没想到的事情 嗯 我特别特别喜欢你在精英奖颁奖典礼的那一段演出 对啊 上次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其实利尔王有我们从巨大的轰鸣的时代一路聊上来 有聊到一些音乐的养成的 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哇那很久了 那是你发专辑之后吧 哦 专辑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呃 当时也还没拿金曲奖 对那时候还应该还没 对 所以真的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哦哦哦 但我在精英奖现场 我看到利尔王上来 然后开口唱 居然是唱The Doors of Moonlight Miles 嗯 嗯 Moonlight Drive 对 Moonlight Drive 对 我就哇 金呆 哦 其实那个是很很刚好啦 对啊 然后刚好你也喜欢了 刚好我也喜欢了 因为那个 那个 本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乐团 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金音奖的主题 他们说是月亮 月亮 登月五十周年 哦 那正好 对对对对 那段演出也好精彩 那天在后面几位和声和音天子也很厉害 是Brandy 对啊Brandy老师也在后面 对啊 那呃 今天跟利尔王 我们不能够只放一首单曲嘛 是 那专辑发行到现在又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 我就 那就只有出这次单曲 对 我就照例请利尔王开歌单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利尔王的人生歌单 然后利尔王真的就绞尽脑汁 开了一份歌单出来 里面就包括你这些年 印象你最大的歌 然后你最喜欢的音乐人 哎 这个歌单开出来 我看到就知道今天很有的了 呵呵 呃 那应该从哪里开始 我们应该要从The Doors开始咯 嗯 嗯 今天利尔王准备的The Doors的歌 是有两首 我们先从这首开始听起 好 这首歌叫做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呢 嗯 应该是1987年吧 距离这首歌发行20多年的时候 而且我当年听的版本 跟现在放这版本有一点不一样 待会再跟利尔王讲这个故事 好 可不可以不想念 它们还没在意 还是 帮你重新的歌 帮你重新的歌 跟上新的歌 是 帮你重新的歌 是 帮你重新的歌 Come on Everybody You're my baby Everybody You're my baby She get h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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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ound an island in your heart Country in your eyes On the train Side to line We're gonna do To the other side We're gonna do To the other side We're gonna do Oh Oh yeah Baby city We don't need Day to day Hour to hour Day is straight Deep and wide Bring on you To the other side Bring on you To the other side Bring o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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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Bring on through 来自The Doors 第一张专辑 那是1967年的事情 这是Leo王最喜欢的乐团之一 也是你的摇滚启蒙的重要的作品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 我大概 你听到The Doors的时候几岁 大概是 17 差不多 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我们的17岁当然中间有一段距离 但我那时候听The Doors是买录音带 然后买他们的精选集 第一首就是这首歌 然后我到多年之后才知道 精选集我也是 对 多年后才知道这首歌中间 他唱She gets high 对不对 当年电台不能播这一句 所以他们把那句剪掉了 变成She gets She gets 他没有high 他就变成She gets She gets 没有high 我一直没有听到high哦 我到很多年之后才听到有high的版本 所以 你这样讲我好像也有听过那个没有high的版本 你也听过没有high的版本吗 所以对我来说有high的版本反而是比较新鲜的 OK 嗯 对 哇天哪 这已经是多少年前了 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歌了 好 你那时候听到The Doors的时候有什么情况 其实 我这个歌当里面有排到一开始 有一首Radiohead的歌叫Anyone can play guitar 对 其实我一开始是最喜欢Radiohead 然后在里面他唱到说 Grow my hair Grow my hair I am Jim Mercer 把头发留长就变成The Doors的主唱了 然后才连过去 OK 也是这个音缘 对 因为偶像的偶像 所以就往回一路回溯去听 对对对 关于Radiohead这个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头来听到 那个是更早的音响 那说说The Doors对你来说的震撼是什么吧 我觉得很多是声音上的 就是Jim Mercer的那种声音的 一种抽象的情绪 让我就是想模仿这样子 抽象的情绪 就是他的那个声音的特质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 就像你听到一个一个乐器 就这个吉他的tone或一个管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声音里面很脏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 他的声音这样 对对 然后再加上他 虽然说他的这个 可能也是蛮多争议的一个人 嗯嗯 但我觉得他有一种精神就是 很像Break on through 就是很想很多 想要突破的这种感觉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 那个歌是在说什么 其实我一直有一种 就是acid的感觉 对 其实就是要穿越到 世界的背面去吧 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穿越到另外一边去 其实跟这个团的团名 也有一些关系嘛 对对对 有些生死 时间感 职业 这些都是那种 一秒一瞬间 地上地下 一秒一瞬间 对这也都跟60年代的 青年文化有很多的关系 The Doors 可能也因为Jim Morrison 那种自毁的形象太强烈 可能也因为他27岁就挂了 他的歌一直现在回头听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 虚无跟愤世的感觉 就是毫不保留的虚无跟愤世 今天Leo王带来另外一首 The Doors的歌叫做 Five to One 这首歌我在17岁的时候 我记得是惊吓的 对我有感觉到60年代青年文化 不都是阳光的花筒的那一面 也有这种的 对 光从声音就听得出来 这里面有一种很 很暗黑的东西 Drawing near Shadows of the evening Drawing near Crawl across the hill Drawing near 一共一年一共一回 書籬 我們會最後開始激好奇 好想知道當時錄音室裡是甚麼狀況 感覺應該是一種 九池肉靈的感覺 那個時候他們錄音的時候 而且Jim Morrison肯定是 喝到不知道甚麼狀態 嗑到甚麼狀態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不錯 我愛你 來吧 我 這個版本最後還多收了一句他們在錄音室裡面 已經飛到了 最後他還有一句詞 現在回到正常的節目 對 the Doors 在 我記得我聽這些歌的時候 大概是十六七歲 然後 躺在臥室的床上 戴著隨身聽的耳機聽 一手一手的聽 然後一定是晚上睡不著覺 很晚歡 所以我這個Doors的音樂應該就是要晚上聽 我是覺得這些歌詞很煽動 很煽動 例如說是甚麼 然後甚麼 They got guns, we got numbers The all get older, the young get stronger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因为六零年代是这样 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婴儿潮世代当时是最年轻的 他们占了美国人口的颇大的比例 那年轻世代他们还没有政治的权利 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掌握这个社会的那个动能 但是他们已经要出来夺权了 而且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的要出来造反了 所以有一种危险的气质 全世界都在闹革命嘛 对啊,中国在文化大革命 法国在五月雪潮啊 德国也是,反正全世界到处的年轻人都在造反 Dora写这首歌差不多就是那段时期吧 有一种空气里面洋溢着年轻人夺权造反的危险感 山雨欲来,然后对大人世界的不信任 那我那时候听这个歌,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会感觉到Jim Morrison声音里面那种兽性 欲望跟兽性 那种非常动物性的能量 跟那个整个时代的混乱 其实是柔和在一起的 可是Dora这个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是他的音乐啊 你看Jim Morrison是一个这么野的主唱 这么疯的主唱 可是他们的音乐一直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我觉得跟 我觉得跟Ray Manzarek的那个keyboard 跟他用手弹的bass有关系 他始终保持一个冷静的距离在那里 其实就像他们说的,他们有点像一个网子在下面在接 Jim Morrison跳在飞的时候 没错,是这样 这个团每个乐手都超强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厉害的一点是 他们虽然都超强 但他们的音乐从来没有故意要做很炫耀的东西 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文章写这首歌 说Five to One什么意思 其中一层意思可能说的是 我们年轻人的数量这么庞大 比起你们这些快老死的人 我们是5比1的人数 比例,对对对 现在台湾没有这样啦 好,今天的来宾是Lio王 Lio王带来他的人生歌单 我们刚刚因为聊到金银奖的颁奖典礼 Lio王唱了The Doors的歌 所以我们就从The Doors的歌开始播起 我最近也会想说 像Jim Morrison27岁就过世了 我现在也26岁了 就是我在想说 他这么受信 但其实他是过得很荒淫 是啊,非常 然后他也是有结婚 然后后来又有离婚什么什么 那种结婚还蛮开玩笑的 他好像是用那个撒旦教仪式去结婚 对对对 是没错 对啊,那觉得说 不知道 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 嗯,时代不一样了啦 我觉得 你看,回头看 这些50年前的 早妖的 27岁挂掉的这些巨星啊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 当时那个整个的环境跟文化 大家都还在试探 就是我们试探的一开始是 去探索没有去过的地方嘛 所以就像拖江野马一样往前狂奔 对于他们来讲 那时候很多事物是新的 是mind blown 全部东西都是新的 所以就一路往前冲 但我现在想到像 那时候可能他就没有体验过 网记网路智慧型手机 当然没有 现在我们是完全 whole new world 不一样的问题 对对对 不一样的mind fuck 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完全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万种取代 各种各样的刺激跟快感的选择 对啊 全部标签化商品化 60年代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一路往前狂奔 你眼睛看到是满天星斗 但是你不知道前面下一步是悬崖啊 是,实在想想人类这一百年 真的很疯狂 是,没错 疯狂的代价是生命 是青春 但是疯狂 这些疯狂的人 他们往前冲 他们把他们看到的风景 带回来给我们 变成这些音乐 The Doors的歌过了50多年在听 还是洋溢着危险的气质 还是能让年轻的利尔王 听到全身鸡皮疙瘩冒起来 影响了你的人生啊 不过刚刚你提到影响 你真正开始对摇滚乐 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感的 很重要的乐团 是Radiohead 当初也是那种 看星光大道看到这首歌 是因为林佑嘉翻唱吗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林佑嘉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小学六年级 对 OK 然后呢 在电视上看那一首歌是live转播的 对 那晚上可能11点12点 所以你之前听过哪些 比方说西方的摇滚乐啊 以前很菜的听Green Day Green Day Green Day也还蛮不赖的啊 那时候听Green Day 是已经听到他们大红大紫 已经是商业的专辑 American Idiot 那张大麦啊 那张其实是很不错的专辑 你小学六年级就在听Green Day 对 那个时候 然后 那我觉得是在这个 Green Day这首歌里面找到一种 就像 就大家说一种 自逆的这种气质 那其实 因为他们就真的是怪咖这样 那可能会 就是在 小时候会找到那种认同感 就真的觉得说 是可以说 用 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 然后 不用说 一定要很符合主流的价值观 这样子 OK 我再回想 我12岁的时候 在听什么 我12岁的时候 应该是在听 日本动漫画主题曲 可是你12岁的时候 就从Radiohead里面 找到了一种 类似救赎的情感 嗯 就是那时候还有 包括从音乐喜欢嘛 然后去 去看一些资料 什么 他们就是 他们可能大学的时候 穿女装去party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怪事 这些资料从哪里看来的 然后借到一本书 借到一本书 那个大学图书馆里面 有一些书可以借 哦 之后慢慢 过高中的时候 之后慢慢把这些资料 再拼凑起来 对对对 OK 所以利尔王要在这边 遥远的像林佑佳说一声 谢谢 哦太好了 让你认识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就是很 对会让我想说 当初也是他一个选择 要唱一个歌啊 对 然后让我看到 就也是让我 开启一个音乐的一个 幻想的一个路线 那所以现在我们 在写歌啊 或者是去做表演 我也觉得好像 可能 哪怕有个人刚好经过 那个小孩 经过看到 就是他一幕 他可能会刚好 影响到他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已经在发生了吧 他肯定已经发生了 对 Radiohead Crip这首歌 收录在 Pablo Honey 这张传辑 这当然是他们的 旷世名曲 那后来 Radiohead这个乐团 经过了好几轮 不可思议的变化 音乐已经不知道 到哪个次元去了 就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不在舞台上 唱这首歌 但后来 剑山又是山 又开始唱这首歌 是吗 对 对我记得 1976的阿凯 他有出国 从Radiohead演唱会 然后看到他们 唱这首歌 全场都哭成一团 Hit his song 真的真的 我们也温习一下吧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 青春眼泪吧 一首属于 每一个 90年代 自己觉得 跟这个世界 不太处得来的 青年的歌 他们的主题曲 我记得好多吉他手 都在研究 怎么弄出那两个声音 I don't belong he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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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Whatever you want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96.3 我脸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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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自逆的那种情绪应该是就是也是一个万年卖点 万年卖点 年轻人可能都会有种觉得跟格格不入 跟社会不习惯这种感觉 对啊说穿了摇滚乐这门艺术的核心 就是跟这个世界不太除得来嘛 对不对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跟荷尔蒙有关 有一些是 对对对跟荷尔蒙有关 然后可能就不是那种就是最帅的 或者是追求最帅的 结果没办法达到反其道而行 另屁袭净 没想到变成另外一种帅 你看就像这首歌 他说Destiny Destiny protect me from the world 这首歌就是讲他 我觉得是在讲他跟吉他的关系 OK 跟吉他的关系 Destiny 这首歌叫Anyone can play guitar 也是来自Radiohead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我们先听一下 好 And the world does turn And the world does turn And it flounder burns I've been standing on the beach With my guitar I want a better battle When I get to heaven Anyone can play guitar There won't be nothing anymore Ground my hair Ground my hair Ground my hair And you're my soul Ground my hair I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Jim Morrison Ground my hair 刚刚听到那个 Lio王提到的关键句子 把头发留长 我就可以当你的Jim Morrison 因为这句歌词 你才跑回去找 谁是Jim Morrison And if the world does turn And it flounder burns I've been standing on the beach With my guitar I want a better band When I get to heaven Anyone can play guitar And they won't be nothing anymore 这首歌的年纪跟Lio王一样大 这是1993年的歌 好 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他提到了吉他这个乐器 对而且我觉得他 就有一种宣告的感觉 就是说 因为他 他 他又给小时候一只眼睛 就是看不太到 然后他就是在吉他上找到 比较多自信 然后就是 很像就是有一种 找到一个出口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他那边歌词唱 我记得他唱到说 如果就是世界毁灭 整个伦伦在烧的话 没关系 我会站在海滩上弹着我的吉他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然后等到我死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是会弹吉他的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It's alright 没事没事 你在 当时听这些歌 后来自己也开始 拿起吉他来弹 但其实我吉他弹不好 也没有在弹 OK 当时有试着练过一下 有有当时有 嗯 但其实就是 每个人的救赎不一定是什么 但是就是 有时候可能 人心很脆弱 需要抓一个东西 所以 才会有信仰啊 金钱啊 或者是 有人可能抓性爱啊 没错 不一样的事 每个人需要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 可能有一个东西 抓着 有时候人会比较 就是单纯 嗯嗯嗯 但其实也不一定好 我有时候就也都在想 那刚刚我听到他唱说 Grow my hair I'm Jim Merson 那时候我想说 哇 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流过啊 但是我真的想要变成 Jim Merson啊 就是 他也是 很多suffer这样子 是啊 那还是说 对啊 就是想很多 不过你刚刚提到 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 都会有 需要攀附一些什么 OK 让自己可以 觉得有在活着啊 或者让自己 才能够过得下去啊 你自己在青春阶段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啊 嗯 我觉得听这个 就看 听起来就他觉得说 就他可能生活中 没有什么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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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乐趣或什么 但是他有一个destiny 让他觉得说 我要唱歌很多人听啊 这种这种感觉 这样子 嗯 那我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在想一个远程的目标 很大的目标 我就是一个很 这个怎么讲 那个目光跟老鼠距离一样的 看很短 目光如矩 我就是看很眼前的 那只是因为一直以来 我 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还是表演的时候 那种 如果有一个好的表演 嗯 然后那种 那种瞬间 这样子 哦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 还是在追求这个 哦 对 你记得 你记得第一次看到 让你震撼感动的 现场演出吗 第一次哦 对 有印象吗 不是看电视哦 是人到现场去看到的 哦 有可能 我现在 有可能不是啊 这一个 但是我现在 因此想到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看到 看到1976 在博二的表演 1976在博二 对对对对 ok 阿对ach 对你是高雄人 对没错 哦 ucher后可能也很久 没有表演 但是那个的时候 觉得还蛮不错的 哦 这次被现场震撼到 当然 人生中还是有看过 好很多很棒的现场 对对对 那我刚刚讲的其实是 看表演是一个当然没错 但是就是在 在舞台上的表演的时候 那种是 那种感觉 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 但你第一次真正发现 你很享受在舞台上 表演的感觉又是什么 但我后来发现 这种感觉 其实在练团室也一样 在练团室里也有 对对对 所以说 我觉得好像 其实更可以是 更内部的 所以你不需要 底下有人欢呼啊 有观众啊 当然有很好 有也不错 因为有的话就代表有收入 对对 It's nice to have 但是我会比较 我觉得我一路以来 表演并没有特别追求说 台上台下 我要打破这个讲解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传统的表演 就是都留 有点留在台上这样子 比较传统吗 我觉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来讲 追求那个精彩 那个开心的感觉 是我跟台上的人 彼此互动 然后 对 然后我认为那个 我们彼此都很开心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 好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才是我觉得 对观众来说 最珍贵的 这样子 而不是我如果 一直hype观众 其实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 那么想要hype观众 这样子 对啊 关于在舞台上表演 这件事情 它必须要有天赋 但必然也要有一些 观摩跟学习 你有你观摩跟学习的对象 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是世界的 或者是历史的 很多啊 就是听的音乐 都都是 然后我记得 有一年有一个 这个中国乐团 PK14 来台湾表演 那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们来台湾那次你去了 有有有 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年轻人 还不太听 对岸的独立摇滚的 而且那个时候 在高雄 波润的时候 就是月光剧场 可以放大概 可能700人 还是1000人的唱片 现在只有20人 PK14来 只有20个人 那个是个很平凡的 礼拜三 然后那时候 唐轩 鼓手唐轩 邀我们去 邀我去 去看 OK 他那时候已经在听了 对他高三 我高一 OK 然后 就还 不是知道什么乐团 但去我就觉得 很被震撼到 一样啊 这都是很煽动的 的歌词 这个 是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PK14 来自中国的独立乐队 这首歌叫做快 快慢的快 你说 你是决定大声的死去 还是想要沉默的活着 嗯 这首歌来自他们2004年的专辑 谁谁谁和谁谁谁 我们先听歌 我们先听歌 还是这样沉默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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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开我 别打开我 从这发开始 别打开我 从眼睛开始 别打开我 从风下开始 别打开我 从眼睛开始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 他说过 过 有情还没人下来 他说过 过 有情还没人下来 下说过 过 有情还没人下来 下说过 过 有情还没人下来 他说快快快 趁热情还没人下来 趁青春还没人下来 我当年也是一个很 算是很认真的固批 我会写信给他们 你会写信给他们 然后就是想 connect 这样 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想要跟他们一起表演 其实那时候还就是 就是他们一直写信翻 办他们表演的主办 好像是小白兔还是什么 然后就说我要跟他们一起表演 后来联络上了吗 后来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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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我很儒 那时候是大学生 你很儒 所以呢联络上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就是有一起演出 在台北乐卧 在乐卧有演 所以算是我强求来的 哦 那次和演的状况怎么样 我是觉得还好啦 毕竟当时也不是表演得很好 但是圆了一个 我只想要说我那时候很疯狂 嗯 嗯 杨海松现在也变成了这个 中国摇滚乐坛的 大家要叫他老师了 对啊 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哦 他们应该 仍然持续存在着吧 不过有一段时间没发专辑了 应该各自会忙不一样的事情 嗯 最近有时候觉得 就是人 人 人真的会变 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 最近在观察 你最近在观察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 嗯 多说一点吧 长大会变这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 不过 对啊 而且特别是 有时候想要年轻的时候 跟大人的世界 这种对立 为什么觉得大人都是 哦 就是 很多不能理解啊 很多 或者是说 唯利是图啊 之类这些这样子 对 但其实就慢慢理解 长大会看到说 原来是因为 大人的生活变好了啊 但是其实会害怕失去啊 其实什么之类的 这些 哦 这也是要自己稍微 有了一点点年纪 稍微有了一点点江湖力练 对 所以说其实 就是 有时候我在看最近跟果果 最近我们跟落日飞车一起巡回 是是 然后就是我们也 聊了很多 然后他也推荐我看一些纪录片 哦他推荐你看 对我最近看了 齐卡古的那个纪录片 哦 你说那个乐团齐卡古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种tour一辈子在路上 嗯嗯嗯 就是 真的是很难得这样子 嗯 所以说 我就想到说 那个 李国修老师不是说 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能圆满 对 但是也不是见得你做的好 就是做一辈子 嗯 意思是说 你要真的能够做一辈子 那个是 更难的 嗯 就是说 你要有那个耐心 那个奉献的那个心 这样子 一直用下去 对 这句话 我会这样说 只是因为我也不确定PK14 还有没有在巡演 OK我了解 其实李国修那句话有好几个词都很大 是 一辈子 是 一件事 对 跟功德圆满 是 这三个词的权重都很重 是是是 是不是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 听起来轻松 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一点都不容易 要一辈子 要把这件事要做好 对啊 所以就是要那种 世界在变化之中 我们一直在变化 就是 如果事情是不变的 其实也是他难能可贵 嗯 就像是做好一件事情 嗯 那其实也像是我们在玩 音乐的时候 你这个 节奏 的一样 这样子 你有没有一辈子保持同一种 groove OK 对啊 让这个groove一直持续下去 跟心脏的跳动一样 对对对 PK14这个乐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并不熟悉 他们的团名叫PK14 就是PK跟1跟4 那这是一个缩写 他们的中文团名叫青春公共王国 所以全名叫的Public Kingdom Public Kingdom 14th 所以他就用那个写音变14 这个团算是21世纪初期 从中国崛起的那一代的几个独立乐队里面很有指标性的 同时骑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是Carsic Cars OK 他们那时候也来过台湾 也是没什么人去看 是吗 对我去看了 我非常喜欢 PK14好几张专辑都很厉害 我特别喜欢08年那张城市天气的航行 那是很很很棒的专辑 哇 世纪初也是有一段时间那个中国独立摇滚的盛世 我们听完这首歌 快 他曾经这样问自己 你是决定大声的死去 还是决定这样沉默的活着 他自己这样问自己 好 PK14影响了Lio王在高中的时候 去看了他们的演出 然后也打开了你的另外一个对音乐的不同的感知 高中时代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的高中时代大概都 多少都有一些矛盾的感觉吧 就一方面很想要很想要去打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的能力 另外我们又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世界处的不太好 然后高中时代交的朋友通常会是影响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人 可能就是想起来就是我们整个高师大附中的这些学姐啊 学长啊 就是大象体操啊 唐轩啊 浅洞啊 这些人 我帮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背景资讯 好 凯翔大量体操的吉他手凯翔是大我四届三届的那个学长 然后他那时候在高雄 他认为说我们这种独立音乐啊创作音乐要就是 大家要培养这个环境的话也是要从听众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们他在高雄就办一些音队音乐的音队叫浅洞 浅洞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办 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发起的 对他发起的 然后那时候可能还在高中还已经刚上大学 但你有去参与 对然后后来也有长大也有帮忙过一次 这样子 然后我印象深刻 因为你现在放到森祥 那时候他有请森祥老师来那个音队 就是演就是讲座这样子 对对对 林森祥来讲座 对对对 你高中的时候跑去听了 对那时候那一届已经是帮忙 我们算是就是 噢已经是工作人员了 对对对 然后森祥老师的那种哲学 也是音响 音响深刻那天下午他讲了很多 嗯嗯嗯 就包括他最近 他就 他还没开始演说 他就开始一直弹他的乐琴 然后就开始放 Bob Dylan的音乐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一起 jam 你看哇大师就在你的眼前 你看就跟他一起在演奏学习音乐 这就是一个 是 哇就没有这样子想过 雖然这的确就是这样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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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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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每一关每一关都不容易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也是利尔王的 带来的他的人生歌单之一 来自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 我等就来唱三歌 我等就来唱三歌 这首歌叫水库要是能盖的话 大便也能吃 这个歌我也会唱 这个歌你也会唱 就觉得这个歌词就两句而已 没错 非常有力道 然后让我觉得说 对他就是有话就直说嘛 而且让我也体会到说 这个民谣 然后对于这个民意的表达 这种就是三个字 所以对于音乐的精神面 跟音乐跟现实世界之间的呼应 这首歌或者说交工乐队跟林生祥 也让年轻的利尔王 有了一些不同的体会跟领悟 每段的音乐都名 更远中的一个喊吼 尤其总的数捷 尤其总的 粉蹿 他从后到尾只有准个河鲜 也只有两句歌词 但这个很多Sample 我今天就听觉得很有意思 嗯嗯嗯嗯 所以我不是听得懂 嗯 大概可以听到一两层 是是 這是在美濃的煙柔錄音的 跟自然和好 跟我們的鄉親父老和好 我們但願反水庫讓我們呢 您現在收聽的是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阿利安 周六點三 我是您的好朋友 陳建連 周六點三 今天和我回家 我最親愛的朋友 我最愛的朋友 我最愛的朋友 你慢慢習慣我的style 說沒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別的糟 付出了多少其實你自己最知道 相機裡過 show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你慢慢習慣我的style 說沒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別的糟 付出了多少其實你自己最知道 相機裡過 show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面子問題都丟掉 我想你該知道哪些事情不重要 我喜歡生活中每個細節都單調 說真的也想讓你感受到 那感動聽的音樂會笑 那快樂多高 彷彿一瞬間所有的答案都被我找到 我聽說擁有的再多 最後都待不走空空 醒來一場遊戲一場夢 你慢慢習慣我的style 說沒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別的糟 付出了多少其實你自己最知道 相機裡過 show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你慢慢習慣我的style 說沒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別的糟 付出了多少其實你自己最知道 相機裡過 show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夠變成我自己 在夢裡認出自己的聲音 多少的練習才能更靠近 我也想邁向頂端 but not for pussy money We想讓你了解 別牽脫牽絆 任你輩子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圓滿 別想要貪多腳步爛 世界太複雜 我想讓青春留白 這首歌叫做香氣李國修 來自六王2016年的一批藝術家脾氣 歡迎回到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的耳朵借我節目 我是馬仕芳 今天六王帶著他的人生歌單來到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們在上一段節目有聊到李國修嗎 就六王提到他說的那個 一輩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功德圓滿了 對他曾經把這句話寫進這首歌裡 當六王一邊聽這首歌一邊說 哇不太習慣當時自己的聲音 對還在成長中 還在成長中嗎 那時候聽起來很多還在長到一半的感覺 還在摸索 對啊 也不過就是四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那個那個麥克風也是 那是瓢蟲的婉婷 借我的57麥克風 真的他借你一支SHURE 57 對然後好像一直被我摔到還是什麼 就是已經功能不太正常 57還蠻耐摔的也說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家裡錄著這張這樣自己弄 那時候就DIY嘛自己把這張專輯幹出來了 對 這張專輯裡面收錄了跟9188合作的陪你過假日 這首歌後來變成一個現象級爆紅的作品 也讓利歐王這個名字被更多人認識 後來就引導到更多更多這些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在那之前利歐王我們知道他是巨大的轟鳴這個樂團 怎麼從巨大的轟鳴變成做嘻哈了 這個身份轉換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一個演化還是都跟著音樂走 就想要做什麼樣的音樂啊 嗯嗯嗯 那個路徑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從從比方說老搖滾的這一路啊 然後慢慢慢慢轉回來啊 然後聽到後來聽到這些嘻哈的東西 這幾年都比較喜歡聽即興啊 即興啊 所以才會聽爵士 那爵士樂手比較多 哦 然後 嗯 對啊 就是一個被音樂所吸引 嗯嗯嗯嗯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 最後聽到的是交工樂隊的 水庫要是能蓋大便也能吃 嗯 今天利歐王還帶來另外一首也是林生祥的作品是草這首歌 對啊 你剛剛有提到說你在當年辦活動的時候身為工作人員去參與了生祥的一場小型的演出 並且聽他的演講對不對 我覺得森祥的聲音 森祥老師的聲音給我一種那個生命力這樣 特別是這首歌 嗯 阿爸嘿嘿嘿嘿嘿嘿 嗯嗯嗯 哦 這個這個 恩 阿其實創作者都會有這種 我看森祥老師也是在說 我看他在我臉書上也會說他個人創作大門有沒有打開啊 我猜他就是要突破 他自己也是有相当的挑战 因为其实 一定的好的artist都是这样 我其实很喜欢这张专辑 这个是 还不是伪装 是我装 对 我装 我其实很喜欢我装 这种感觉 虽然后来作品也都很不错 我很喜欢 是我特别喜欢这张的这首歌 盛强曾经说 我装这张专辑的创作 是他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招 我装吗 对 魔装 他说感觉就是 他曾经形容这创作过程很有趣 然后好像走在路上 一不小心就生出一个小孩来 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后来都很 就对他来说 后来都是一关一关 要很艰难的去打通关 但这张是行云流水 稀里哗啦就做出来了 对 这首歌叫做草 讲的是除草剂的事情 但利尔王说的没错 你从声音的角度去听这首歌 这个音乐是满地开花 这个solo很精彩 对 吉他手是Can 大主演 这段乐琴是声响 对 他们当然是同步录音啊 音乐是声响 音乐是声响 是声响 音乐是声响 音乐是声响 太音乐是声响 听声响 听声响 他的嗓子跟打击乐器 这样搭在一块儿 很帅啊 他到底是什么 这边是大主演 阿百姓 走 头上铁铁五五头 阿玫娱作业 臭臟天生 爬都路亡爬 五百四百四相疆 紅豆甜蜜 甜甜甜 彈吉他用了一個挖挖器 這是聲祥樂隊的草收入在我莊這張專輯 這首歌也是我的大愛歌 看到利二王的歌單有這首歌的時候我會很開心 我曾經在演講的時候拿這個歌當示範 你怎麼去理解一首歌的編曲結構 演那個律動 這首歌有太多太多精彩的細節可以細細的聽 但全部是渾然天成的 而且你剛剛講到他們同步錄音 這個真的是很難然後要錄得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然後包括看過他們Live演出 看過其他好的Live演出 就覺得說 在這個網路時代這些真的好像有點 要人家絕種的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最近 這幾年也會想說自己有點像一個 夕陽產工業的 末代工作者 真的嗎 但是就覺得說要 要奮鬥在這個Live音樂這件事情上 是是 我倒是覺得 我會這樣說原因是因為很多東西現在的比較講求 塑成啊 聲光效果 有的人演唱會他就是用電腦放 然後有些人就是演個大概 或者是演個只有鼓手 那可能就是比較視覺效果很明顯很強烈 他對於坐很遠的人來說可能看起來都一樣 那的確你今天到一個商業規模很大很遠 那可能看起來都都一樣 但是我還是很印象深刻很多那個 就是青少年時候在那種小空間裡面 那種近距離那種 那種 音樂的那種創造出來的瞬間 就算你再怎麼樣Live錄音 影片再怎麼樣捕捉 還是是沒有辦法傳達到 畢竟是當時在同一個空氣裡面 真的是這樣 現場音樂那種 自身其中的沉浸式體驗 那個至少螢幕前的科技 你沒有辦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去替代 而且其中一個就是你 你是一種危險 一種就是大家真的是 好的Live表演我覺得就是 有那麼一點危險 然後大家你表演跟表演者一起 經歷那個危險 然後完了完了 回來了 好了這樣子 這個過程 對你要帶著所有的人一起去 經歷那個懸崖邊的感覺 然後再把所有的人帶回來 對我覺得這個是Live表演的精彩之處 然後其實就是 也像這個雞腿便當這首歌裡面寫的 我覺得雞腿便當這首歌很零散 但是其實裡面很多的字句就是 我覺得都有一些聯想這樣子 就例如說 先天上有一點缺陷不成避諱 我覺得這個 這個Philosophy也是很 很 很常常我在告訴自己 或是常常在提醒 就像不完美的東西才完美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才有趣啦 就是像Live表演 是是 其實獵王的Live 完全就是你剛剛形容的那個狀態 有時候 大家看你的演出的時候覺得 哇 ㄎ成這樣會不會快要失控了 但是你永遠能夠把大家再帶回來 那就是 好玩的時候 對 對 但你在台上的時候 個人的狀態是怎麼樣 就是 好玩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會看到好看的表演 但是也是有 所以也是有 其實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心理的狀態真的很重要 心理素質 心理素質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 會 忘記自己在哪裡 會齁 在幹嘛 但是其實這個 一秒一瞬間 嗯 就是大家都在看啊 表演 對對對 可是你那個 就是 你看看這麼多 踩這麼多樂器鼓 然後這個頻率 速度在你腦中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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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的穿過 然後下一秒已經演完了 在下面 我剛不是還在準備嗎 然後就是有時候時間感會 錯亂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 真的就是把握當下 當下不要想太多 所以越想很恐怖 你掉進去 就會 會搞不清楚狀況 我跟很多 我跟很多 玩音樂的朋友聊 現場演出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 非常多我们崇敬的 偶像级的 经典级的艺人 他们在上台演出之前 都还是会焦虑 会呕吐 会有严重的雀场 甚至有一些了不起的乐团 是因为长期的雀场 跟不想表演 最后就解散掉了 有这样的例子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什么情形 我觉得还是只能 诉诸于 紧张一定会 所以还是只能诉诸于更多的练习 跟你平常的这种训练 因为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这些能力的话 那你现场危险 你就不会怕 因为你掉下去 你还是有办法可以弹回来 这种感觉 安全玩要自己帮自己加好 对 不然一定会紧张 但紧张其实不是问题 上了台之后 你有足够的练习 所以我刚刚想到的是说 所以除了练习之外 当然工作团队很重要 我帮你把这个 环境弄得很舒服 然后适合表演 因为我们会 可能会有点敏感 台上可能有一个东西 就是地上有个胶带 粘到脚 可能就会被分心 当然说我们表演的人 还是有一定的专业 是要继续表演 但有可能当下 观众以为都没事 但可能当下我已经 人间飞走了 我想说我在干嘛 然后想说 这个时间这么的不可分割 这么细 台上这么多人 那现在这课 这好难得哦 我一想进去 又那个 所以一定是要忘 所以 有些有人问我说 最好的表演的时候 我印象最可能课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那个真的已经忘记 可能已经忘记在那里 忘记在想什么 其实你根本没有在想这些 对 那个时候才是最好玩 就是真的是 最享受的状态 是要达到这个忘记 要很多各个面向 大家的努力啊 然后练习 全部的东西都变成肌肉的记忆 或者是直觉的反应 最后就全部一起去成全 那个全部的东西 一起都忘记 对 有个很经典 就是那个 那个张三峰问张无际 你忘了没 你玩太极见 你忘了没 我忘一半了 进度还不错 全忘了 全忘了 太好了 这一段时间其实 也去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地表演 也面对了不太一样的观众 在演出这件事情上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啊 面对不同的观众也好 或跟不同的人合作也好 我是觉得演的还不够多 演的还不够多 还可以再继续 对 我还在 这半年也还在塑形 想要的表演的状态 对对对 那所以 我觉得 应该就是今年2020会开始 更积极的 就是 把我刚刚说的表演 带到 大家的面前 这样 你现在脑海中想象 要朝那个方向塑醒 那个声音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要 基本上要live的音乐 live的音乐 ok 全部的音乐都必须是台上的乐手 对对 现场创造出来的声音 即便是有DJ DJ也是 就是live的部分 嗯 OK 理想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 因为 我觉得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可能 应该说一个歌的词曲 它本身就有它的影响力 它的触及 它的 但这个是文字层面上 就是我们限于我们了解这个文字 听它唱歌 这个讯息 嗯 但我觉得 呃 如果是live music的话 它更有一种 魔力是可以打破语言的那种 嗯 就是是一个很纯粹的感受 嗯 讯号 像一个 像一只狼 哦 在那边叫 你可以感到它那个frequency 是 它为什么会 它有它的内容 这样 那其实 人类像这个 一个音乐这样 是 一个 叫音高 然后旋律的变化 这个是一种编码 呸 所以有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感受 那那 实际上讯息的交流 可以透过音乐 嗯 达成沟通 引起彼此的兴趣之后 嗯 可以有 可以 再看这个artist代表什么 是 是 这个 他的这个saxophone很厉害 那这个人 他平常做事怎么样 他其实就用他的 人生也是一种 嗯 art的表现 讯息的传达 嗯嗯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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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入 我刚刚讲这样 其实我想到明燕 我想到谢明燕 明燕很棒 然后明燕平常生活中 也教我很多 很多事情 哦是吗 对对 谢明燕应该是上我们节目 最多次的来宾前三名 然后每次来都跟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他是不断的在 在促使自己去 去 no boundary 就是 任何的合作 他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他也的确都不入使命 那刚刚Leo王提到 谢明燕教你很多 在生活中 对啊 我觉得有一些 这种态度责变的事情 哦 怎么说 就是我 我觉得他一直都算是 跟他的聊天 他都是在对 时事也都很关心 哦 而且都是站在 这个 我认为跟我是 我觉得都是以 对我来讲 都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哈哈哈哈 对啊 嗯嗯嗯 就是起码都是以 比较关怀 以一种 嗯 我不知道 可能长大以来都是 身边也接触的都是这些 就是 是 社会学 然后比较 比较 比较 提醒说我们不要就是 纯粒级 这种 应该要hold back一点 与人类着想 与环境着想 这个方向 心里是是想着大我的这个感觉 是是是 嗯嗯 因为也是 对我朋友高飞 他也是 那是Ruster 他也是 一的概念 就是 你是 你 我 你是爱 我也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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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一的概念 这样 OK 就是最近都往这个方向 像 音乐人跟这个环境跟社会的彼此的关系 或者说音乐人对自己的作品放出去之后 带来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到底要抱持什么样的感知 比方说你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起来呢 还是作品放出去之后你就可以不管它了呢 其实过犹不及啦 嗯 你不可能完全不管它 对 你也不可能全部都扛起来 对 尤其在猎王最近这一年声声明暴涨之后 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他们会把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投射到你身上来 OK 你有感觉到这个部分吗 嗯 我可能也有自己有一些想象吧 哦 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觉得 自己要更正面一点 嗯 就是也许可以有一些什么发现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哦 那就是也有可能会想太多 比如做简自负这样 做简自负 会想太多 最近开始在想很多事情 很多重要的事情 对 对啊 因为毕竟没有人是完美的 嗯 一定也是要怎么样面对 表现不好的时候啊 或者说什么 嗯 没事 一关一关的过吧 对 现在是在一个慢慢慢慢再往上坡 再前进的过程 好 那以后回头来看这段过程 每一步都是非常珍贵的学习 今天的来宾是利尔王 他带来他的人生歌单来 并且带来他在2019年底发行的最新单曲鸡腿便当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介绍过这首歌 那么接下来利尔王的人生歌单进入了嘻哈的部分 这首歌是来自中国的嘻哈歌手小老虎 这首歌叫为你出生入死99次 小老虎是中国嘻哈圈 我认识的朋友就我这一辈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个rapper 我觉得绝对是最高 中国最高 中国最高 来自利尔王的赞美哦 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然后待会儿来让利尔王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察 大度会你今夜真美 黑社会杂酒杯 摘了我的玫瑰有人长大 有人永远耳朵好吗 酒水巧克力哼在嘴里别哭好吗 一个老男人走到雨中点一个烟 回想一生经历过的所有危险侥幸 加踏过鳄语头顶驾驶躺客 阻止希特勒的复活你好 有愁的人者再见 谁能说清爱和恨是从天而降 我这只是孩子放学路上提的狮子 多半暗只剩下最后一滴 无论珍惜与否 再也不会爱上谁到死心塌地 这早就不是说唱 是生命褪色站在沙滩盯着一条死于土暴墨 就算你能说起天下此内又怎样 还不如现了这桌麻将一起天天海浪 为你出生如此 早生早走 呼求共同一生 就能害怕 爱到死去活来 再来难解 游戏重新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盯着看 眼前生起不无思念如电 也许本就是个错误 如果脑子不好使 那就叫个舌头 天天秀帖松针和另一条舌头 这回哥们玩的真的有点山穷水晶 散弹枪也没有 周围都是拳头 爱上你就该撂到有这么一天 人来人往片甲不留一张照片 当时谁还怕死 爱上花的虫子为了品尝之高不上的甜蜜 即使到此为止 速成速下 世上最美姿势即使不自量 利盈的比比不如输得漂亮 淘天巨浪在眼前 我还有最后三条命 他们长大 我们拥有耳朵好吗 就需要叫个力 哼在嘴里被哭好吗 为你出生如此 早生早自 不求共同一生 就要怕怕 爱到死却活来 再来哪里 游戏重新开始 为你出生如此 爱到死却活来 不求共同余生 爱到死却活来 为你出生如此 爱到死却活来 不求共同余生 爱到死却活来 我们下宝费活来 来不及可 乐 他们下宝费活来 我们下宝费活来 我们下宝费活来 我们下宝费活了 共同余生 就会关闲 不可 老二 这浏味 类优优独播剧来 特帅 不可 不可 他们下宝费活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游戏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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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重新 游戏重新进 再担保在2020年 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 惊奇 好 今天六王 我是觉得会是 这个华语的老舍里面 最大作这样子 他要是 他是出手的话 对对 而且又是那种 歌量很大 然后面向 观察入围 是吗 说得我心好痒 待会就找迪拉 要那个东西来听一下 他一定不会给我听的 然后这个歌 当我昨天在选 昨天半夜的时候在选 是是 然后我最后就觉得 说 我最后竟然选了 灭火器 晚安台湾 然后我觉得 这首歌其实在这些 我们刚刚前面听 这种历史大作啊 各个年代比起来 这首歌其实就比较 比较流行 就是有一点点巴热 但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我听到听到 那个感觉 我整个人就是 有一点点激动 起来 因为这种 可能音乐很多都很棒 但这个跟你连结最深的 可能还是你年轻的 青春期啊 高中的那个时候 那再加上 所以其实这首歌有点 芭蕾那又怎么样 这就是这首歌存在的要件 它就是要一个 让大家都很容易投射 然后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是是是 我跟你讲 灭火器本质上 就是一个芭蕾摇滚团 这个事情是没有争议的 对 对啊 但是这就是很 而且我昨天晚上在听的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 谈论的很多事情 这个感觉就是 很多感触 这样 所以今天 利尔王的人生歌单的 最后一首曲子 就是灭火器的 晚安台湾 这应该是 一代一青年人的 对这个土地的 共同的主题曲吧 在 在岛屿天光之前 在岛屿天光发行之前 这首歌 就是我的很多很多的学生 都会提到 影响他们的一首歌 不管这个世界 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我觉得不管 就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再过两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现在听众朋友 都知道了啦 好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不管你现在听 这个节目的心情 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保持正面的心情 因为历史拉长来看 对 都好 感受会好一点 历史拉长来看 一切都是泡沫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事情 再用围观的角度看 人间的残酷跟美好 人间的邪恶跟良善 都同时是并存的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 要让哪一个面向 被感觉 被看见 被推出来 对对 而且只有现在是真的 你现在看的周遭 就是场live show 别怕那个重播 我这个结论 还蛮有产意的 当然啦 利尔王会在2020年 就像他刚刚说 他会继续去探索 现场演出的可能性 去追求那个 那个瞬间 忘记一切的快乐 对 同时 我们也期待2020年 可以听到利尔王 更多更多的作品 应该会持续持续的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今天就以 灭火器的 晚安台湾送给大家 祝愿大家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 叫做耳朵借我 我是马世芳 我们谢谢利尔王 希望很快可以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哎呀 这个眼神的暗里 我知道你有心思 睡过去 管道你的未来 别离对去 幸福在当月 啊 萬一總的過期 你頭不出來猶豔 可是好天氣 有一個美麗的名字 啊 天龍北總的保併 你頭不出來猶豔 可是好天氣 管你順遂台灣 啊 萬一總的過期 你頭不出來猶豔 可是好天氣 你有一個美麗的名字 啊 天龍北總的保併 你頭不出來猶豔 你頭不出來猶豔 不出來猶豔 你頭不出來猶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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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